Hello大家好,我是Clear,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支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来一起整理 分享一下我近期搜罗到的一些包包 虽然我的标题写的是春夏包包 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些单品包包 其实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们的均价相对来说都还算友好 其中有一些是我满足度非常非常高的单品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是一个非常适用于春夏的帆布包包 它采用的是人字型的帆布面料 再加上黑色的牛皮试边 这个组合呢是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我觉得看上去非常的大方和简约 那它自身的体量呢 我个人觉得大小适中 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 内部空间非常的充足 自身也很轻盈 这种类型的帆布包是最最适合做旅行包的 因为我们旅行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穿的比较松弛休闲的嘛 所以搭配这种帆布包 我觉得整个感觉就刚刚好 很理想 比方说像我夏天想要去城市周边来个两天一夜的旅行的话 我就可能会考虑戴这个包包 它有三种不同的背法 第一种就是直接拎着当手提带用 第二种是挂上长的背带 单肩背 第三种就是鞋背 那由于它的这个长肩带可调节的范围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我比较推荐娇小的女生可以考虑鞋背或者是手提 如果对自己身高比较有刺性的女生呢 倒可以挑战单肩背 第二个包包呢 是一只捅包 它是来自韩国的一个牌子 但是在日本呢 卖的也不错 也挺有人气的 在买手店呀 或者是一些商场里呢 还是看得到的 这个牌子本身非常的好认 因为它们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把包包设计成很像氢气球的样子 包身通常都是多个侧面的结构轮廓 再加上非常丰富的配色 因此很有辨识度 那我手上这只呢 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个颜色 它不是纯纯的那种奶白色 是非常柔和的 带有一些黄油感的黄吊的海颜色 表面用的是非常光滑的牛皮 而内衬部分呢 用的是深一号的鸡皮 这种双色皮草的设计会让包包显得很高级 有一点大牌的格调出来了 细节方面呢 它是这种磁性的自动按扣 加上可调式的包带 和这种很有复古感的黄铜掉五金 我觉得这些都做的很到位 美观感很强 这个size呢 是属于large size 我觉得大小正好 如果买small的话 可能会有点装不下东西 因为筒包它是很特殊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内存问题 像这只包在我这里就是合格的 它非常的舒适轻巧 算是筒包里面我觉得正好的尺寸 总理来说呢 无论是上班出勤 还是日常生活 我觉得这只包包一年四季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这个牌子做工精良很有诚意 价格又有好亲民 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逛一逛这个牌子的吧 那第三个包包呢 是上次分享过的一个黑色尼龙包 众多包包当中呢 我还是蛮喜欢尼龙包的 因为我发现这种材质真的很经典也很实用 像我的这只黑色尼龙包呢 我就觉得它真的是设计简单 用途广泛 由于材料的优势 它最大程度的减轻了重量 拓宽了储存量 实用性这一块真的是拿很高的分数 而且它包带可以变成木耳边 这种有趣的小设计呢 我觉得也很巧妙 我也很喜欢 有一些大牌是做尼龙包发家的嘛 在这一块非常的在行 可是呢我今年逛了逛 觉得好像没有能够太打动到我 要么就是款式不够好看 要么就是大小插口器 有可能是我太挑剔了 可是我觉得它的价格放在哪里 作为消费者我们就应该挑剔一点 这种情况下呢我真的有可能会更倾向于这种比较小众的品牌 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更高 设计也很有趣 接下去呢是Demaker的这只棕色包包啦 这只包包真的是我上次春季分享当中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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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单品 包形超棒 颜色超棒 自重量超棒 它的储存空间和大小尺寸呢 已经是达到了最适合的平衡了 我真的是挑不出什么错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喜欢 Demaker这个品牌呢 已经被我小小的mark住了 我觉得我可能之后长期都会看一下这个牌子 它们的包形很多种多样 然后颜色又全 价格也完全可以接受 是我今年上半年蛮喜欢的一个品牌 下面这个呢也是上次分享过的新月包 就是这个黑月亮包包 它是皮带加链条为一套一起售卖的 可以搭出不同的感觉 我记得我刚刚拿到它的时候 是被它的皮质小小惊艳过一下的 因为15看到它的皮呢 真的是会觉得很有质感 它是那种高品质的有弹性的牛皮 可见它们做包包的时候呢 对材料的选购还是蛮有讲究的 这一点从它偏高一点点的单价就可以看出 另外呢我上次应该也提到过 我觉得它不大适合放太多的东西 因为说到底它还是支hobo bag嘛 塞太满的话会有点破坏它的这个形状 因为流量汉包就要软软趴趴的才有感觉 因此考虑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希望它本身的size更大一点点 因为真的有一些东西需要放 最后这支呢是近期询问度很高的一款包 这个巧克力色的桶子包 它长得真的很像一个卷筒的样子 很有特色 这个包包我上次vlog是背过的嘛 然后呢就有被大家点名说 这个包挺好看的 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 大家的眼光非常的毒 非常的尖 因为这个包包呢 它是那种放在包堆里 也肯定会被挑出来的高品质包包 可见大家都是老手 非常的会挑包 这个包包的质感真的很棒 它棒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样说可能会有点奇怪 但是它摸上去非常的像真皮 就是很像人皮 我不知道他们对皮料进行了什么特殊处理 总之摸上去是很奇妙 触感很奇妙 异常的柔软 而且据说随着使用感的增加 皮革的磨损 它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这种感觉很上头啊 大家能想象吗 就是你背着的时候 夹在叶下 就不停地在摸这块皮 细节方面呢 这个包包虽然它整体是卷筒形状的嘛 但考虑到要方便夹在叶下 所以呢 它的侧面是做成水滴状的 然后封口处是隐形的瓷扣 另外呢它有四个颜色 除了这个brown 还有beige和黑白 这四个颜色都非常的百搭 非常的好看 你在购买的时候 是绝对会有选择困难症的 我自己就是纠结到吐血 首先这个巧克力色 是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一个颜色 它是深色 但是比起黑色 它少了一点点酷酷的感觉 多了一点暖调 配白色的浅色的外套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并不想错过这个颜色 可是我又发现这个系列的白色 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就是它那个皮质 再配上它很自然的纹路 觉得是很精的极细看的一个白色 因此呢 我很大概率的会再挑一款同系列的白色 通常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我很少在同系列当中挑两个不同颜色的单品 可是我认为这个系列 好像它的价位它的质感是值得二入的 而且我发现这次好像除了那个帆布包和清气球包包 是两个浅色的包包之外呢 我好像没有一款通体都是白色的 或者是都是浅色的包包 所以有可能这个正好补掉这个空档 我会再去补仓看看 有没有其他好看的白色系包包 如果有的话呢 我到时候再找机会和大家分享吧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和大家分享的几款包包 下一支视频呢 我想再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送了到的鞋子 先包包后鞋子 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来看哦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